讲一个活佛的故事 作者 福安古观音阁 这个活佛不是藏地的活佛 而是宋朝福建的一个祖师 他显现神通 圆祭后有肉身 常给人托梦指点迷津 所以当的人称他为活佛 虽然死了 好像活住一样的佛 这个祖师叫平路 父母早亡 七岁在舅舅家抚养 小时后放羊 舅舅抓田里的尼丘 和祝九糟煮给他吃 他夹起尼丘 放生了 尼丘居然活了 他舅舅就送他去村里的凤山寺出家了 出家要干苦力活 见似运石头 平路祖师白天在睡觉 他师父就吵醒他 原来他在梦中 把石头变成山羊往山下赶 结果一鞭子下去 石头被打断了 他师父一看 知道平路不是凡夫 就交给他一个石墨 一个石公鸡 一根扁丹 说 你往东走 走到石墨落地 石公鸡叫 扁丹断了 那个地方就是你的风水宝地 平路就挑住扁丹走了 走到了天子地 有两条鲤鱼在弹琴 是当地财主的墓地 财主就让得给他 平路用膝杖打开坟墓 两条鲤鱼精飞出 就飞到了现在的周宁鲤鱼溪 这个平路祖师修持华严精 后来得九天玄女 点化有了神通 圆祭后 别人来问世 祖师就以托梦的方式 给他指点迷津 这个妙教方广寺 位于福建周宁山里 现在仍供奉平路祖师活佛 香火不断 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像神话 比如你看这个活佛小时候 就有梦里把石头 变成山羊往下赶的本师 同时 他挑住石墨石攻击 石攻击会叫 而且这活佛也是力气大 你看石墨 古代家里粘米的石墨 多重 能挑住走 所以成就祖师位 元祭后仍然显灵度人 这不简单 当地有个风俗 每年农历四月初二 活佛生日 给他换衣服 因为当的很多妙造的活佛像 都是木雕的 可以活动 手脚都可以活动 给他换汉船的袈裟 皮炉帽子 鞋子 非常庄严 好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